2020年1月22日 高雄金巴黎舞廳爆出 狂歡排傷確診染上新冠肺炎 雖然事後全國酒店正常營業 但小姐們早就嚇壞了 我們可能會做記號 怎麼做記號 就水果啊 可能放個水果進去 我們的杯子就是放 可能有番茄我們就放番茄 或發熱這樣子 就放在酒杯裡面 如今亭業不用擔心染病 但要憂慮生計 不過 樂天派的Julia覺得 似乎也沒這麼糟糕 下午派一次放學 就是家庭時間 對 然後晚上就是很正常 可能就是最晚12點睡覺 一條林森北路 一個酒店世界 有千千萬萬個Julia的故事 推伍就進到酒店打滾的強哥 15年來第一次看到 這麼安靜的台北夜色 就很簡單嘛 你晚上11點以後 你就從林森北路走一圈 你就看海產店有多少座客人 這樣就好了 假日的晚上 台北林森北路 應該是燈紅酒綠一片 但是我們實際到這邊來看 這一條街就有一間兩間 三間的酒店 通通都停止營業 因為政府不准酒店營業 結果影響的層面還不單如此 我們換一個地方來看 酒店附近的餐廳小吃攤 熱潮就像這條街一樣 幾乎沒有什麼客人 來客量已經不如以往 也有啦 現在只要吃飯啦 現在沒得賺啦 那本身 你說小姐自己本身防犯弱勢做好 可能 你也不可能在約的客人面前 幫他消毒 幫他戴口罩 按摩業啊 或者是護膚店 阿公店 小吃店那些 你更沒有 更沒有辦法 掌控這些人的 名單啊 或是去向 大家都怕死了幹嘛 還回報 如果一回報 可能這個店就不用做啦 以台北市就好了 最少有三成半吧 三成半受影響生活的人 你覺得 再這樣下去 不會造成社會世界嗎 所謂的三成五的人受到影響 包括了是周邊的商圈小吃店 美甲美髮 服飾到賣酒的貿易商 縮小到最直接衝擊到的酒店內部 也不只有店裡的小姐 還有少爺 經紀 幹部 會計到清潔工 我也幹部小姐 所有工作人員 起碼都兩百多個 兩百多個人 這等兩百多個家庭 上千萬有 一個月上千萬 對 以台北市來說 合法登記的酒店將近30家 一家平均50桌 一桌消費金額抓 低標1萬塊就好 一間店一天的營收就有50萬 一個月1500萬 30家店算起來 商機損失超過4.5億 而這只是保守算法 其實疫情當前 防疫停業 供體時間 多數酒店小姐或經濟不是不認同 但是希望配套可以做得更完善 你說紓困要怎麼紓困 一個人補助一個月 修比來說好比修兩個禮拜 修這14天 那你怎麼補助他 一天一千塊 這樣去領 怎麼領 怎麼證明你做酒店 如果這個突然一喊停就喊停 沒有任何的準備 真的也是很公平 要現在馬上準備白天工作 白天工作叫財源啊 撿新的啊 他怎麼辦 不僅酒店 舞廳 交通 觀光 服務業 紛紛受創倒地 都在引頸期盼 疫情歸零的那一刻 回歸正常生活與工作